世纪中真的存在过失误背景吗 失误背景到底是真实存在过 还是大家卡吧个卡出来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书雷姐看所有的疑惑 书雷在IG上收到粉丝的投稿 来问我这个失误背景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小朋友们要知道呀 现在呢我们一般算目前 最高背景呢就只有八背景 并没有失误背景的存在 那么在早期的和平经营 或者是七一战场 到底真实存在过失误背景吗 粉丝会说失误背景真实存在 因为呢好多机密主播呢 都说失误背景真实存在过 那么二话不说 为何会被删除 众所周知曾经在刺激战场的时候 游戏中曾出现过失误背景 可能有些玩家并不记得 在当时的训练场 全息到八背景以及15背景 都按照顺序放在了桌子上 并且曾经还刷新在空头箱中 但是很少玩家捡到过15背景 这一类有机密主播那几乎视频都说的一样 都说失误背景都被删除 而且呢还说头和思道 其实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那15背景根本没有出现过 好平经营的手游礼 或者是失误战场所有利 那么为什么各大主播呢 都说失误背景真实存在过 然后呢还被删除了呢 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梗的 因为呢在早期的失误战场中呢 可以通过卡bug呢 可以把原来最大的八背景呢 卡出更大的背景 远远超出八背景的功能 所以呢大家都说是15背景 出现战胜呢也是找到视频的 而话不说我们来看原视频 由于侧面瞄准镜的上限 使得传说中的15背景重现江湖 首先拿两个可以装八背景 或者六背景的枪 一号枪我用的是MR4 把二号枪98k的背景拿掉 一定要把背景拿掉 然后MR4开镜之后调背距 将八倍调成四倍 或者六倍调成三倍 来回多调几次 之后关镜点击侧面瞄准镜 切换到另一把枪就成功了 成功之后的标准你会发现 手上的枪变成了这个样子 外形断了一阶 然后装上八背景 会发现特别的清晰 完全就是16背景 对比一下没卡之前和卡成功之后的区别 会发现效果特别明显 视频就到这 因为在早期的刺激战场出现这个bug 大部分的人都把这个bug称为15背景 少之又少的人会说18背景 49背景 20背景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最早期的端右里面 出现过15背景的存在 大家就特别习惯的把它称为15背景 所以处理总结一下 其实15背景根本不存在过 刺激战场或是是和平基因 当然如果和平基因上限15背景 小凯们会选择用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陪你视频找走 还没有点赞小凯们记得点赞哟 点赞今天的视频呢 会给你带来今天的一切好运 好了 陪你视频找走 我们生气战 拜拜 关注球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